好,我们帮帮Grace Leung 她说她整首货银股 她问你怎算好 昨天农行公布了业绩 今天中行建行也会公布业绩 她说首先中国银行3988 持有了好一段时间 3.16元买入 939建行是6.25元 也持有了以年计的时间 不过也收了息 你建议她现在怎样做呢? 其实说内隐可不可以先承开一些题外话说一句 坦白说我曾经是自己亲身的经历 当我在任何公众平台里表达我最真挚内心的看法 我是非常不认识内隐的 我亦不认识内隐收息那一套 我想说什么呢? 可以表态吗? 我想说一个题外话是什么呢? 我发觉当我这样表态之后 我在公开平台是被评击的力度是非常之大的 很多人会立刻起降 然后用不停的不同的维度 也包括人身攻击的维度 然后已经超越了股票评论的维度 去到人身攻击的维度 然后表示不认同 最主要论调也是说这个 我会来收百利息 这个世界上这么好的股票 你都阻挡我 你又不是有什么居心 所以其实自从经历了这件事之后 我都没什么好说的 当然了 反正你都评击了这么多次 我都不赚在你往后一亿次 都是这样评击的 所以我仍然坚持的立场就是 你喜欢怎样说也好 总之我对于用内隐收息 其实我是不认同的 因为其实在内隐股里面 我们用一个 简单来说 两个维度 第一其实你发觉很多时候 这件事其实不需要说 评论我说得对不对 不如你倒回来 你听了我以下的说法 你自己要衡量 你如果是持有内隐多年的人 你真心去诚实面对自己 你看看我以下的说法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发觉你买内隐 在若干不少年份的围度 你买个息股票 可能你收了6厘到8厘息 还是你全年围花的股票 是输了12厘或14厘的 我这里点到即至 我不再说任何东西了 你去苦心自问 究竟有没有若干年率 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这样的 我们俗称这些股份是 所谓派息不填权 我们叫做这个 因为一只股票 我说了很多次 你真正赚得了利息 你说的是真正的股份 你派完息之后 除了3厘或5厘 你最后真的在股价里填权的 填权的下跌跌口 我们内地的术语 我说了很多次 这个叫做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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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最近有没有股票的位置 是威得迅速填权呢 这个在香港 好像求股票那样的 迅速填权已经觉得是黄恩浩荡的了 现在哪一只那么威务呢 迅速梅业 因为迅速梅业前高是29元 它随正摆明是削了你3元的 这个 它削完你3元之后呢 它是可以完全兜回去 兜突了前面29元的价位 所以你现在迅速梅 你看到现在31.6下跌了1元 其实它真正的价格是31.6加3元 变了是34元 你前顶就当是29元而已 变了这些是迅速地填权的良好学生的例子 在香港也是很难得的 但是问题我们就是说内银 究竟是这么厉害去填权 还是仍然都是说要面对自己 原来都是每一年收7厘还是跌12厘的呢 这个我不再说了 再多说有留言板有洗版的了 OK 而最后一点就是说 在内银的角度大家是不是有尝试 我轻轻来说 就是大家去想想在近期内地 是进行了很明显的一个减息的行为 减息这件事大家用的常识去理解 对于它淨利息收入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 好了点到即止了 讲完了 所以在内银里面我会表达了 自己再多次的立场就是 我不会是 特别我做基金 我不会用内银作为一个投资的组合 如果大家是这么喜欢去收息的话 就拿去继续收下去吧 讲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